第347集 五分钟后 叶晨这才彻底恍然 原来陈天黎不惜耗费能量 化为实质踏入昆仑须 这件事是其一 陈天黎必然是想到自己眼下的修为还差了几分 毕竟他的起点太晚 只不过修炼了五年 昆仑须许多人都是三岁便开始修炼 更有无数资源堆砌 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好在他有轮回目的这等逆天的存在 万剑宗的这一步棋 至少可以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 这道力量极其强大 一旦动用 足以解决昆仑须面对的90%的问题 虽然万剑宗不是昆仑须的顶级宗门 但至少不弱 他依稀记得五年前 老头曾带他去过万剑宗 只不过还没踏入大门便被轰了出来 却没想到五年过去了 他的身份摇身一变 竟然成为了万剑宗的师尊 这个世界也太有趣了些 师尊 您可否跟我去一趟昆仑须的万剑宗 宗主和太上长老等人都想见您 他们见到您一定会很激动的 沈诗希开口道 他的手心都是汗 他来华夏这个举动太明智了 他比任何人都要早接近夜晨 有了夜晨师尊的庇护 他在万剑宗的地位便会不断上升了 他巴不得夜晨马上去万剑宗 夜晨摇摇头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去万剑宗不急 眼下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父亲被血蒙带走 我想先去血蒙 你可知血蒙的具体地址 以及如何踏入 血蒙有强大的阵法守护 以他的能力想要破开 很难 就算他有轮回目的 以及那三尊大能 有些时候又会限制 就好像他刚刚得知 断雷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身躯 更无法离开轮回目的 越到后面 轮回目的的限制便越大 这也是断雷人只给自己符文的原因之一 沈时熙听到血蒙囚禁夜天正的事情 毛子充斥着怒火 大胆血蒙 竟然敢窥死师尊的家人 找死 愤怒过后 沈时熙反应过来 师尊 血蒙在昆仑须 一直是毒瘤般的存在 想要寻觅和破开阵法 很困难 最好的方法是 有血蒙的人引路 夜尘眉头一皱 他唯一认识的几位血蒙强者 都被他斩杀了 如何引路 难道要等对方找上门来 万一对方久久不对自己出手呢 就在这时 沈时熙又道 不过师尊 我从昆仑须出来的时候 发现昆仑须外面的一家 易宝阁 正在准备举行拍卖会 这易宝阁来历可不小 万剑宗也要忌惮 甚至每当拍卖会之日 易宝阁的一座宁魂台就会打开 无数人都会涌入其中 就算不为了拍卖宝贝 也会去宁魂台修炼几分 这对许多人来说 可是天大的机缘 我和易宝阁不感兴趣啊 夜晨道 沈时熙又道 师尊 听我说完 我当初和洛剑宗出来的时候 发现有几个血蒙纹身的强者 也是进入了其中 说不定 这些血蒙强者是一条路子 夜晨听到这句话 眼睛一亮 易宝阁的拍卖会 什么时候开始 沈时熙谋刺一宁 就是今天 四个小时之后 夜晨思考了数秒不再犹豫 现在就带我去 是 在离开之前 夜晨和夏若雪说了一声 虽然夏若雪不想夜晨走 但是听到夜晨 只不过是去昆仑山附近 并且一天之内就回来 他还是默许了 易宝阁 昆仑须最大的拍卖行 这和华夏的周大福 以及其余珠宝行有些类似 只不过对方做的是高级之物 这一次 碰巧在华夏昆仑山 举办了一场拍卖会 沈时熙说 似乎易宝阁每二十年 都会在华夏举办一次 毕竟华夏也有一些 昆仑须修炼强者出来 甚至昆仑山附近 也有不少强者 放眼昆仑须 易宝阁都名声赫赫 因为这易宝阁 可谓是遍布整个昆仑须 掌控着昆仑须最大的 宝物交易市场 传承至今 易宝阁已经经历了无数岁月 无论朝代更迭 易宝阁屹立不倒 没有人知道 易宝阁的身后 站着的到底是何方势力 但是所有人却都清楚 纵然血蒙这等宗门 也不敢在易宝阁之内 胡作非为 百年之前 曾有昆仑须第二大宗门 因为得罪易宝阁 一夜之间遭遇血洗 寸草不生 那一日开始 易宝阁更是成为 昆仑须的一个神话 叶先生 我们赶紧进去吧 看着站在那边发呆的叶晨 沈诗希小心翼翼地说道 叶晨和他商量好 在外面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称他为师尊 只能叫叶先生 甚至两人都易容了几分 毕竟血蒙还是知道 自己的长相的 眼下他不能暴露 嗯 是该进去了 我们这么做 应该不会被认出来吧 回过神 摸了摸自己的脸 叶晨询问道 叶晨并不清楚 如此是否能够瞒天过海 嘿嘿 放心吧 叶先生 这易容术 可是我早年得到的一本古卷当中记载的 绝对能瞒天过海 无论是血蒙的人还是谁 想要认出我们不可能 对于自己的易容术 沈时熙极为自信 那就好 听到沈时熙的话 叶晨呼出一口气 他和沈时熙在周围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血蒙的人出没 你确定血蒙的人会出现在这里吗 叶晨又道 沈时熙点点头 我确定 现在还没有开始 血蒙的人应该还没有出来 稍等 好 叶晨点点头 他刚想说什么 轮回墓地突然震动 然后 断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徒儿 我在此地感受到了太古虚石丹的气息 虽然是残物 但是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不管如何 徒儿一定要拿下 一定要拿下 至于理由 我晚些时候告诉你 叶晨眸子一宁点了点头 能让断雷人如此急迫之物 必然极其重要 他看向沈时熙好奇道 如果我想拍卖 是用人民币在这里交易 还是昆仑须的零食货币 叶先生 您要拍卖东西 这里只能零食交易 而且东西都价值匪人呢 沈时熙这次出来 并没有带太多的零食 心中有些懊悔 纵然如此 他还是将身体中仅有的零食 拿了出来 叶先生 这次匆忙 我没有带太多的东西 还请您原谅 跟我来 钱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 叶晨扫了一眼二楼 察觉到了什么 直接走了上去 自己拍卖宝贝 难道不能拿宝贝出来换零食 他的轮回墓地 正好有那黑豹狂猛的一些东西 从陈天梨的口中得知 黑豹狂猛的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价值非然 哪怕对昆仑虚来说 也是如此 太古虚食丹 颇为珍贵 想要拿下此丹药 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二楼 健保室 一个老者抬起头 看了一眼面前的叶晨和沈时熙 淡淡道 沈时熙自然猜到了叶晨的目的 倾咳一声 我有几样东西 想要参加拍卖会 说完 他把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拿了出来 虽然没有零食 但是身上还是有一些宝贝的 算不上珍贵 参加拍卖会应该有资格 看着沈时熙掏出的三件东西 老者扫了一眼 点了点头 没有太大的波动 还算不错 见实木 一颗内丹 再加上智炎魂 老者一眼便发现了东西的价值 这些东西 我会派专人 顶拍卖底价 这块玉牌 你们收好 等拍卖会结束之后 此牌进行交易 就这样吧 听到老者的话 沈时熙眉头一皱 但是很快硬承了下来 虽然是一宝格定价 但是这个牌子这么多年 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关键老者的态度 让他很不爽 老者让人将三样东西收下 随后抬起头 看向叶晨和沈时熙 如果没东西 就不送了 沈时熙刚准备离开 叶晨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这里还有样东西 你给我张张眼如何 老者扫了一眼叶晨 没有丝毫的反应 拿出来吧 下一秒 叶晨直接从轮回墓地 取出了黑豹狂猛的皮甲 一丝极其强势的气息 瞬间涌出 整个屋子更是突然温度降低 这是 那原本淡然的老者 当看到叶晨拿出的东西 直接站了起来 眼眸瞪大 三步并坐两步 更是迫不及待地 来到了叶晨的身前 这可是黑豹狂猛的皮甲 坚硬无比 如果制成衣服 价值匪然哪 可惜只有半个 但是半个也足够了 你确定此物要参加 一宝大会 看着叶晨的眼神已经变了 确定 叶晨不卑不亢地道 好好好 这头黑豹狂猛 可是都快化成蛟龙了 对我们拍卖会的名声 也是不错 不过 如果是完整的 估计价格能够翻十几倍 剩下的 只有这些 叶晨面无表情地说道 老者深意地看了一眼叶晨 不再说话 很快 两人就离开了 半个小时后 一宝大会直接开始 人生鼎沸 因为黑豹狂猛的缘故 叶晨和沈诗希 倒是安排在了包厢位置 只不过 包厢 是最角落的一个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